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蒋文杰 首先带你来看到近年来的天灾频传 为了要增加救援效率 新药能源特别捐赠50万元给花莲县消防局 来添购携带较为方便的多功能抑压破门工具 以及个人装备救助刀 希望能够帮助特搜队员 在面临各种灾难任务时都可以事半功倍 不管是天灾还是意外 处处都可以看见消防队的身影 与死神搏斗分秒必争 器材设备的选用也都大不相同 知道这个空间 然后就是 它这个就咬住这样 然后再低紧它就撑开了这样 这是天王星 这是旧灾 因为它里面是写的 所以我们要带那个 我们自己破坏器材进去很重这样 所以后来有这个手动的工具会很方便 在破门哪一些救助商会 就是节省很多体力这样 把那个塞进去这样 就当一个人 近年来天灾频传 为了增加救援效率 信耀能源也看见地方需求 特别像花莲县消防局捐赠50万元 添购全新一批救灾器材 我们有一个自动油加破门器 另外还有一个多功能的刀具 同仁都可以在救灾时 个人就可以携带 不需要协助搬运的 那刚好是我们在地震现场 救灾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就向林董事长提出了 这个规划 那也获得林董事长的支持 我们希望借由器材的捐赠 可以添加花莲县消防大队 在救灾助人的能力跟能量 那这件事情是我们的初衷 也是我们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 企业回馈地方 并将资源带进工部门 透过捐赠仪式 希望帮助特艘队员 在面临各种灾难任务时 都可以事半功倍 记者徐立晴花莲市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